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同样搭档李沁、王一博和肖战的表现对比 年龄差异明显之处 近期,电视剧市场可谓星光异议 各大平台竞相推出口碑与演技俱佳的佳作 与凤行、花间令、烈焰等作品都获得了观众的热烈追捧 在这个热潮中 央视再次推出一部备受期待的立作大型谍战剧追风者 该剧由王一博、李沁、王阳等实力演员连妹主演 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背景下 一群年轻人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 用智慧和勇气面对各种险境 为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而战斗的故事 这部剧的上线成为了观众关注的焦点 在追风者中 王一博和李沁的合作备受期待 王一博凭借在吴明等作品中精湛的演技 展现了不同的魅力 而李沁则以其出色的表演能力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看点 与许多影视作品不同的是 该剧不仅困于儿女情长 还展现了家国情怀 这使得剧情更加感人 李沁作为女主角之一 也备受关注 尤其是在剧集的大结局中 他扮演的角色沈静珍意外下线 让无数观众哭泣不已 沈静珍在剧中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为了国家和人民奋斗到最后 他的形象深入人心 让人热泪盈眶 李沁在这部剧中挑战了一个之前 从未尝试过的角色 展现了出色的表演能力 他将角色的多面性演绎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优雅的大小姐形象 还是干练利落的女特工形象 都让人印象深刻 追风者 李沁成为了全剧的焦点 他的表现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他以扎实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 成为了影视界备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 李沁在演艺事业上不断进步 作品质量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 他与各类题材和类型的角色游刃有余 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表现力 随着作品的不断积累 李沁的演艺事业正迎来一个新的高峰 对比之前李沁与肖战合作的《梦中的那片海》 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肖战在片中饰演的肖春生是一个热血仗义 具有孤胆英雄色彩的人物 他的成长历程和坚守信念的故事感动了观众 赢得了广泛赞誉 而在《追风者》中 王一博饰演的为若来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魅力 他是一个从南方贫困家庭走出的读书子弟 在上海打拼的故事引人入胜 王一博的精湛演技为角色赋予了机智勇敢 中国人的气骨让观众为之倾倒 王一博和李沁在《追风者》中的演绎 也让观众领略到了特殊时期的风云变幻 他们的精彩表演为这部高质量的谍战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观众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历史背景下的故事情节 同时也能够欣赏到演员们的多元表演风格 肖战和王一博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为观众带来了许多精彩的作品 《追风者》作为一部高水准的谍战剧 不仅故事扣人心弦 演员们的表演也令人印象深刻 期待未来 还能有更多这样的佳作涌现 为观众带来更多视觉和心灵的享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